台湾激进党台南市议员李宗林15号宣称 有一款大陆生产的螺蛳粉 外包装上印有 你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四舍五入一下 你就是我的人的宣传标语 李宗林表示 这些标语统战意味浓厚 不应该在岛内售卖 台经济部门16号表示 称目前并未开放大陆制的螺蛳粉食品输入 坊间出现螺蛳粉贩卖 均已涉及违反有关进出口等规定 已要求所有实体销路电商平台 立即下架该产品 哇 没有政绩只要搞意识形态 政治的攻防不要影响到民生 中有中刚 用中国台湾 你干嘛抓回来啊 不可以去啊 我说我们用这样子 意识形态你应该把它抓回来 蓝营炮轰用到统一字眼的也要抓起来 苏贞昌还把自己比作明朝大将袁崇焕 蔡英文过去也曾高喊 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念中国书长道 我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 蓝营质问 蔡英文是有被抓起来 还是被罚钱了吗 口口声声说要去中嘛 但是每次说引经据典 全部也都是用中国这个历史的 在他们的去中化的这个教育下 事实上很多年轻人都是听不懂 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讽刺 明明就是在玩土味情话的梗 怎么到某些人眼里就成了统战 有网友表示 台湾虾味先上面的中文字 到美国也不会改吧 不用这么敏感 还有网友表示 这些绿营政客放着台南枪击案不追 黑金政治不查 只会对统独进行政治操弄 早已远离台湾百姓生活 背弃台湾百姓的利益福祉 2024下架民进党 这些绿营政客放着台湾百姓的利益福祉